本节目由天猫超级品雷日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呢咱们这个江老师给咱们来避避鞋 不是鞋不压正吗 到这来压一下我们这鞋气 你们这有鞋的吗 有 不过我估计你鞋的更远 你别说他 冬泡有点邪气 乐起来很邪 甚至今天江哥来了啊 带着酒来的 他得拿酒壮胆 来来给你壮壮胆 谢谢 我两次在他这个节目上 你这武松要去打虎的感觉了吧 不是做节目我特别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万一说错了 说错了就不放出去 都问他不高兴 没有 只有他说错 别人都说不错 你怕我不高兴 我跟你说 我这老哥哥呀 我对他都不能不有感情 你知道吗 我基本上只要在家 每天都想起他 出门我都不会想起他 只有在家 我每天不得不想起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那个木地板 最深的一道刻痕 就是他这屁股给我留下来的 哎 你说这个玩意 我跟你说 我能做成那样 我给你也进行点人格分析啊 就是我这个这个刚装修好了 新的那个木地板 哎那花纹跟这黄花梨子这个似的 哎 请朋友哎 江老师也来了 这个木头的这个椅子 你就看啊 这一桌人 大家都坐着挺稳的 你就看他 哎呦呦呦呦 这小家伙 我先来了 你这控制的还真好 对 当时我就是这么着是吧 当时他就这么着 哎呀 光荡光荡光荡 好 然后 我这一看 客人走了之后 就他这椅子底下 我的娘 全 全是这个 不是江老师 你发现没有 这一报 一报还一报 一报还一报 你看刚才我来了这么一出吧 嗯 你记不记得 上回他到我那个节目 去做节目的时候 是 也有这么一出 我跟你说 是是是 你你你瞅瞅 你瞅瞅 你给录下来吧 郑成功也是太监 啊 当然了 不是 你说的是那郑和下西洋 那个吧 啊 郑和呀 郑和 郑成功 怎么 那这红光 简直下 说 郑家 出太监 出了一个有名的 这是 桑宝在这 对啊 这年轻啊 这有十年了 对啊 二国头和大了 这是 总之把他们演成那种所谓 娘娘枪是容易的 但不是 不是 你说对了吧 我那时候比人家重 重 无力给 做他好几个 不成 人们知的 你瞅见没有 这玩意真是有点神的吗 我觉得你欠害他 这回刚才 这回该我了 我通过这个也观察他的这个细节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 他呢 不按常规 别人老老实实坐着 他肯定坐着不老实 刚当 刚当 但是呢 他这个劲儿还比谁都大 所以他在咱们这个观众心目中 就留下永不磨灭的划痕 你说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你说分析有道理吗 这是叫分析吗 有分析他说你比较较劲 哎 马爷这下我问问你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说他不一定记得 嗯 我认识你那年大概是83年 哇 你看他不停在想 83年 你在中西上学 因为一同学叫江城吧 你的同学我都认的啊 我那时候当然去的不是找男的 你想我们那年轻的时候往中西去就是找女的 所以你那个周圈的女同学我差不多都认了 而且有的很熟 嗯 很熟 然后呢 那我要不记得也不赖我 不你不记得你不记得你关键你拦着我 你拦着 啊 不会吧 哎 你不知道 哎这是 我第一次见他时候是 我去中西 呃 你从那操场走过来 但是江城叫我去 江城那人就比较讲究 就是每回跟我那时候老聚会嘛 他每回不空手来 嗯 每回都带一同班同学 或者两同学 我也带酒呢 对对对 他不空手总得带 他不带人 他几个男的在一块有啥劲呢 所以他带很多同学来 有时候换着人 那时候就认识了很多同班同学 他都知道 然后我当时认为 江文长得一表堂堂的上海人 江城 江城长得 确实长一表堂堂 一表堂堂的上海人 没错 我认为演员都得长成那样 是吧 我第一次见他时候他拦着我 我去 他他他他很愣 他上来就说 哎 你找谁啊 这是我吗 这肯定是你啊 你不你不觉得 哎呦他说 拦着你找女生是吧 他不知道 他问你找谁啊 那是我跟他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就是说起来35年以前 那时候漂亮的人都在那里头 我在这么漂亮的人堆里长大了 对呀 所以我看他这样的时候 我就说 他演员还要长这样 因为中期里 居然招着这样的人 这是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刺激 实际上一般人对他的印象 和我私下里对他的印象 特别不一样 就是但是呢 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讲究 就说这个较劲 就说这个较真 但是我现在觉得你要较劲较真啊 我其实自己没觉着我较真来 这其实跟你家装修房子是一样的 你说你要这样的地板 他哪里不是这样的地板 你就老家人说不是 那装修队一定觉得你较真 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拍戏也是这样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出来不那样 你比如说 我在房顶上拍 那房顶肯定就不好拍啊 你真房顶上不去 人就塌了 北京这房顶没剩下几个 更不能让你遭害对吧 那我们只能搭房顶 搭一个不够时啊 搭了四万平米的房顶 那你在哪儿搭呢 您在北京没这么多地儿 我们想另外这天也不好 我们就去了云南 在云南呢有好天 还得弄北京的人去 把那个北京的 向北京的瓦给铺上 然后跑一趟 这瓦就碎一趟 然后还得马上再弄上 那你说这个 他较不较较劲 旁边看一定是较劲 你不是拍电影吗 你非这么大 但是问题是 你想让这些人在房顶上跑 想想行 实现就得这么做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这个电影啊 第一次你看看 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给我一个感觉 我一直 后来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说啊 就是他好像能把 他梦见的东西啊 拍出来 甚至包括这个颜色都对 但是这里边又很好玩的 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反映他少年时候 在北京的 你们的那个年代啊 我在石家庄啊 我也不知道北京 是个什么阳光 是个什么颜色 是个什么质感 但是为什么 我看着就觉得 对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就 我就从这想啊 就有的时候 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 怎么说呢 你愿意相信 是你选择的是 你愿意相信的 主观的真实嘛 而且刚才讲到 讲究这个事情 我觉得讲到的电影啊 有时候 就是像尤其您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 本来不剧透你的电影 可以剧透 剧透是什么 我不怕剧透 像我先举一部之遥 因为一部之遥 真的是我的最爱啊 就是您的作品里面 我的最爱 就是给你这种人拍的 是吧 对 我都说 我都说 你知道吗 当初一部之遥 因为上片的时候呢 我赶不及看 我后来等 稍微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再约人跟我看 没人想陪我去 一个人都约不到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说看不懂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反正我最后是一个人看的 真的 我都会 对 他们给我很多 听说不好看 大部分人是说 听说不好看 没看过 但他们说 听说不好看 他们那么容易听人家 我最后花了二十几块钱 买了一张门票 一个人买了就看 看得我真的是各种的热泪银筐啊 满腔热血 我只觉得太棒了 这个电影 我们讲到讲究 就是它的场景 还有它的那个美术 因为可能我自己是 混过几个剧组 所以可能我对一些幅画 然后道具啊 整个场景的那个 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你要知道 很多人说 那个开场不就大腿舞吗 你要知道 大腿舞也有高级的大腿舞 跟不高级的大腿舞 对 网美是见过高级的人 哎 没错 环游世界 没有 我要讲的 就是他那场大腿舞 我不晓得那场 那个场景要花掉你多少钱 你看那所有的舞者的水平 到后来那个黑人 跳踢踏舞的那个黑人 那个跳踢踏舞黑人也很棒 我现在想 你这个你可能要买一张机票 飞到拉斯维加斯去 花了最少三百美金 你才有可能看到一个 这样子水平的一个演出 我就觉得 这不是讲究这叫什么 真的是电影还是演出呢 演出 那个是秀来的 但是就是说 他的那一出电影里面 你要买多少张票 你才能够把那些演出 还不一定看得起 你还不一定能看到 这样子水平的那个 但你觉得那个 等于电影吗 谁啊 大腿舞 《大腿舞》等于电影里一部分 等于那个书 等于那个时候如果写上海 尤其一帮老北京跑上海混的时候 那那那是很深刻的印象 对 要不说我觉得对这个姜文的种种评价里啊 我跟这个这个就王硕说的 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这个心情 就是说他这个人吧 就好像你老觉得就是想帮他做点事 因为你就觉得就说 这个中国电影啊 都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你也觉得很难再有别的一个人 因为什么 我这一看啊 我觉得他就拍的就是梦啊 嗯 就这个一步之遥 这个后边 为什么很多人也很难接受 确实是 我跟你说 他对于很多人来说呀 你也比如说要叫我拍电影 今天的很多导演啊 心里是有很多算计的 或者说我不能那么自我吧 我梦见的 好家伙 你包括最后那个葛优 什么什么很狼藉的那样出来 很多女的穿着那个白色的 像婚纱一样的东西 就是梦游一样的在这个田野上那么走啊 我就觉得这就是在拍梦 但是问题在于 他就敢就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你不觉得 你当时不担心 就是说哎呀 很多人看了这个他会 他会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 我要担心我就不拍了 我跟你一样 我没担心 我以为我以为那大伙 你以为他都他们都明白 我以为我拍的都是他们的梦 不是 我没以为我跟他梦不一样 我觉得刚才广美讲这一段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意思 就是看电影 不是每个人都看同样的电影 是 我倒是一步之遥 我倒没这样 我就觉得让子弹飞 他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看 他刚才看的是一个细节 你比如他看的细节 就是比如他说跳舞什么的 你应该比较 没有还有 不是 咱就先说这一步 要把所有的事都说过 我新大腿 这就是一个例子 对 你要让我 我看不出什么好 不就踢大腿吗 我第一次发现 女的也喜欢大腿 我 我以为男的喜欢 她是专业 因为这也是她的优势 对 人家广美当年是世界名模 对 广美 她说她是从专业的角度 去说这个演员很好 对吧 第二呢 是我的专业 我专业是过去做文学编辑的 对吧 对语言 台词 我认为一个好电影 一定要留下 至少一句好台词 您这一电影 俩钟头扔出去了 一句话都记不住 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还有就是站着也把钱挣了 这是符合这个时代 所有人的心理 因为大部分人挣钱 我见过 咱不指明啊 指明攻击别人 特牛的老板 最有钱的老板 那钱全是跪着挣的 自个儿委屈自个儿挣的 出了门跟我说 怎么的 当时没法 讹不起 他们主要也靠出台 出台哄人 哄高兴了 最后把这钱挣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会也这样 一样 你不想把观众哄高兴了吗 我想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只有我高兴 观众才能高兴 我是这么想的 这没有错 那要是有的时候观众反应 看不懂了 或者说看的这个 我觉得这永远会有 他就跟一蹭杆似的 就见这蹭杆似 我这是相同行吗 你就分这几两吧 说大家都懂的 其实也就是说 二两这以下 他不懂 八两是明白的 也顶多是这样的一个 配比吧 像他呢 他算这个上边二两吧 明白 可能也有七八两没明白 这可能会让人说成 一个不明白的东西 就跟男女似的 人家说没有绝对男 没有绝对女吧 是吧 是个光谱 是一个 但是这东西也会随着变化 他可能过多少年 都发现 谁说这个 是当时他们说的那样 像他说那很多人 其实他 就听别人说的而已 他自己其实不知道 他没看 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一个 原来不知道 听人说这么重要 我是不会听别人说 这东西该不该去 当然 大部分人还是听人说的 中国人的盲从性特别重 就是他是一种盲从文化 很容易听见 所以那就是说 先一批对电影的评价的人 还是挺重要的 你自己对一部片子 出来之后的 大家的反应 是有预计的 还是都能料得到的 还是会出乎 经常会出乎你的意料 首先我也没拍过那么多片 加这个一共六个 基本方向是没错 你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些个意义 对 方向没错 但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你看你要什么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真想要点 你看见的梦 那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你会 你最后会感慨 孟光美太少了 像孟光美这样 其实之前你也会有这感觉 你就知道 你知道你会赌一把吧 有的你像子弹飞 应该不至于赌那么狠 因为它就是一个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看的那种电影 也像西部片 它就跑不了哪去 我的电影技术肯定没问题 男的不在这 技术那方面 比如很多人说 能不能把故事讲清楚 能不能有趣 这不是事 这是技术 那在哪 难的是你能不能不讲一个故事 太阳照常升起 我绝对是难的 我到现在我都很庆幸 我拍那么一电影 但是我觉得我没拍太好 因为它比我拍出来的更虚幻 更不容易抓闹 但是我拍出来容易抓闹 因为它这个画面是实的 一拍就 就都实了 我应该当时做点手脚 让那个更想看的东西实点 不想看的再虚点就好了 为什么你的电影里经常这个声音呢 都都像打雷一样的那个 蹦蹦 一个头磕地上 这是给我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印象 包括你的这个枪声 是吧 我觉得都是这个 砰砰 这种声音是怎么回事 你要这么说吧 我也有一点原因好像 当然本身对声音比较喜欢 有不同的声音啊 这在电影里边你终于能体现 第二我80年代 80年代末了吧 有幸出去参加我几个电影节 也带着中国的片子去 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 就是我去 我一看这中国电影 看半天 节奏又慢 动静也没有 颜色也不好 我说这可怎么办 这特别着急 然后就赶紧跑 帮人知道我是这片里的演员 然后随便看 他们好多电影并不高级 思想性也一般 都不像中国电影 那么有很多的思考在那边 但是它基础做得非常好 就是要声有声 要闪有闪 你光是声音和色彩 你就有很大的享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受了点刺激 我说这东西是能做好的 这东西不是可以做好 那我就一直在追求 起码把它做好 所以前日在上海电影节 他们问我说 你觉得改革开放40年 有什么变化 中国电影 我说起码现在电影拍的 你扎一看还都像电影了 就是那样都没错 这只挺大一进步 以前连样都不是 以前什么样 以前上来说这是馒头 你看半天这是馒头吗 得跟你说半天才明白 很多电影的手段没有充分利用上 你比如那时候 居然聊的那种刻 就觉得特别可惜 现在听绝对可笑 当时也挺可笑 可是大家会聊得很认真 就是电影要跟戏剧分家 你可能记得 他们小不记得 我那时候上戏轩的时候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干嘛聊这事 没多大意思 而且他其实就是想把电影怎么弄好 然后怎么找别人的茬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没有戏剧做底子的电影 是拍不好的 我看他的电影 上千年的艺术 我看他的电影 我就越看越看着 他是戏剧的底子 不是 你这是必须有的底子 当然还有建筑的 还有音乐的 以前中国很多电影拍出来 他没底子 他只是出点照片啊 色啊 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 你得使劲想 它是个电影 你得给大家个理由 离开沙发 家里的沙发 对对 我凭什么做梦 还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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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工夫 对 那你得有这个理由吧 现在的确 刚才马也说 很多电影拍的 太水 太水 所以这不就说的讲究吗 对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个概念很有意思 就是他说的这个主观的真实啊 你比如说他可以讲究到很多这个细节上 比如说那个时候 这个日本鬼子 他的一个军装 是个什么色 或者他一条腰带必须是什么 这他都特别斤斤计较啊 但是呢 实际上又有很多是魔幻的色彩 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当时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你只是有一些是这样 你知道我看他的这个 他的这种独特的影像啊 让我想起现在的一种技术叫增强现实 你知道有一种叫AR 就是它呢 是一种电脑的一种东西吧 它在现实上面呢 别加上一些它虚拟的东西 所以它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增强现实的 这么一种效果 这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所谓主观现实 你要说创作这事啊 就离不开主观 否则那就托尔斯泰干嘛呀 那要马爷干嘛 要王硕干嘛 要这个波尔赫斯干嘛 就是他 他的脑子 他的眼睛看着世界 你有幸说 也拿这本书看 我也过回波尔赫斯的眼 马尔赫斯这么看事了 这是有意思的 这叫创作 要不然你就旅游嘛 旅游就瞎看就完了呗 我也看看南美 你也看南美 看啥样算啥样吧 但是经过他的表述 或者经过达利 或者经过梵高的话 他告诉你天是这事了 那他那忠实能这样 时间是留下来的 这可是有了不起的东西了 所以没有主观是不行的 不过你主观就不叫创作 那么主观到什么程度 主观从哪来 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哪来 你必须有大量的 对生活本身 就是所谓客观的认识吧 波尔赫斯可是瞎之前 看了很多东西 看到连中国的 这个《红楼梦》 他都明白 所以他有他的话语权 他有他可以变形的 这种权利吧 那我想请让你除了 这个主观的意识 跟客观的认知之外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你也对某些东西 有一些特定的迷恋呢 你说的对 因为每个人肯定有 偏好的一面 例如你两部电影里面 都把这个大清 那个王国这件事情 赖在自己头上 没有 这是他觉得是他推翻的 这也算赖自己头上 所以你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把这个大清灭了这个角色 这个人 你是有迷恋的吧 那倒不是 我是想说 其实很多事是偶然的 因为给我的 我看了一些东西 让我发现 偶然性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而且当然 这偶然性是藏在必然性里边的 你大事所去到这 最后啰嗦上一根草 不定是哪根草了 另外我演的那角色 其实我从来没喜欢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 一帮吹牛逼 然后自己把自己玩砸了的主 像这蓝清风也是 一直要自己下一盘大棋 结果不知道自己那子放那 我觉得那个马走日也是这样 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玩砸了 蓝清风这次比马走日好点 他开车送李天然去北海的时候 可能意识到自己要玩砸了 这是我拍这个电影 我觉得比以前不一样的电影 就是他们每个人 无论对自己成长和自己的失败 都带有某种自觉性 可能是我今年55岁了 当然比如说再体现出主观和客观这件事 我非常有可以聊一些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注意这个 不注意这个就永远没有创作 比如说我拍《阳光灿烂日》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扫地先扫地 把地都扫了扫干 他说你干嘛要扫地 我说你这地太脏现在 然后他们弄了好多群众演员 我说把群众演员都撤走 不要这条胡同 又没有群众演员又干净 我说起码符合我主观的一个记忆 因为那时候没垃圾 没得扔 您扔什么呀 有点垃圾还利用 然后这街上它真的就干净 它没有那些 垃圾它当然就干净了 没有人我能从互动口这边看那边 这能看穿了 我要的这效果 当然很有可能那时候还多俩人 但是一定不多到挡着你的视线的程度 地绝不会脏到现在的程度 那我就要抓住这个 好 现在也是他没拍日本鬼子 而且不像在哪呢 首先都太高 我把我那电影里边进城的日本鬼子 全是中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枪三八大盖是一米六八在这 它不变 现在是个人一站 那枪的刺刀都比人矮 你看过去的老照片 这刺刀比人高出这么一圈都 那时候日本人个矮 全世界都矮 你看那美极谱 现在你随便到电视台那找一个 我往上一坐 我得这样拿着方向盘 真的是 就没法像人家哇那么帅着看 脚没这范子搁 是 都是局促的 我在买一个美军的军装 一个孝极军官的军装 我穿不进去 谁能穿进去 一米六一米七三的人 他就应该那么高 因为周恩来当时 周恩来是一米六九 周恩来旁边比他高的美国军官 也就一米七三了 那就是大个了 那日本人说一米五 不是在小桥日本人 他就该一米五 对 所以他一米五 拿一个一米六八的枪 刺刀正好比脑袋高这么多 这排起队了才对 扛起来也对 这手这么扛着拿着 刺刀在那 你要不现在我一扛着枪 在这刺刀在这 这不对了 这个整个画面都不对 钢盔变不了 就这么大 你现在往后背上一搁 跟你玩似的 这也不对啊 对 那时候人的脑袋小吗 当然人小了 人比小了 人比小了 所以这枪 这枪和钢盔都在那 这实物摆着 我只能根据他俩 找矮个的人 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不能 比如说廖凡他们不能太矮吧 那把扣子做大点 因为这扣子 扣子不变 你看老照片 你觉得衣服穿上领子哪了 它另外一股劲 你仔细看 那扣子大 不是扣子大 是人小 那衣服 它只能做 显得那 咱们还能拿那扣子 显得比现在大一号 这样你才能造出一种 所谓陌生感 也就是说 其实你更像过去 但是它主观了 因为这东西 它不会用那么大扣子 或者不会用中学生 因为别的生 别的别的 你找当丁的不行 找什么都不行 只能找体操队的 刚进去的小孩 所以你看 它某种 讲究 讲究 而且这个讲究 是为了什么呢 看着仰眼 它对啊 要不然你不对 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 对于今天的观众 咱就说年轻观众来说 你日本鬼子 比枪高 还是比枪低 我相信 对他有什么 你知道我 这就是我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 一个乐观的人 我觉得他今天不懂 他有一天会懂的 等他懂那天回来 想 老江针对得起我 老江对得起历史 我对得起他 小时候无知的时候 你竟管无知到 你连都不陪孟广美 去看一步之遥 没关系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对得起那时候就够了 他说这样 他不懂没有关系 我有一个态度 就是很难在中国人身上 找到有人有这种态度 叫什么呢 我做事不是为不懂的人做的 我是为懂的人做的 你来一万个人都不懂 没关系 有一个懂的就够了 还不懂 那9999个是陪着 现在因为 他们有可能将来还会 对 那你太乐观了 就是大部分人呢 会有这种态度 就是做事啊 我们不仅仅是拍电影 拍电视剧啊 很多人都会说 这有谁懂啊 差不多就过去了吧 我不是曾经有时候 也被人拉去做个什么 这顾问那顾问 我一去 我说我没法帮你顾问 您这都 哪那哪都不对 他就说哪有人懂啊 我不就懂吗 你不把我也给叫来了吗 对吧 他总有人懂 而且一个电影中 他所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 你哪知道他懂哪一块啊 专门有研究枪械的 一看完 你这枪不是哪时候呢 好多那个人找你的毛病 说你那枪 当时就没出现 你怎么能让他扛这么一枪啊 人家有人懂 那我还不同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叫这个汁啊 也不是为了人懂 是为了过自己这一关 还可以啊 要不然呢 就是睡不着觉 他就有点 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不痛快 不是 真不是这样 我这么说 那个我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 不小心混进一个 好莱坞的剧组 所以你问我 他为什么那样子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呢 我们拍了一个场景 也是一个北京的胡同 他印在美国 搭了一个北京的那种场景啊 他还不是只有屋顶 他还有房子 他街道各种的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 在准备那个街道的时候 制编组要求 要在地上 先把西瓜 扎烂 鸡蛋 打碎 然后放一些鱼的尸体 在那边 就是你要制造那个气味 请问你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闻得到那个气味吗 那你说他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 江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未来还是过去啊 未来 未来 我相信大家都会懂的 会醒的 没办法 你今天要叫我来当拉拉队 对 讲得好 他说那个特别对 你要不打点鸡蛋 撒点臭鱼 他那味儿真是不对 那问题是观众 其实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那个气味 但是你在演员 还有即便是群众演员 他去到那个当下 他会不会融进那个环境 其实这个东西 气味很重要 起码气味对我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那多恶心啊 我们谁不希望在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那种环境里面那个 但不行 人就非得还天天地得去扎西瓜 对 你知道这个呢 对这个观众来说 这是负责任 对吧 其实呢 我老觉得 要不说艺术家 他这个字嗨这块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你比如说 就是说我看这个费里尼的那个自传 叫梦是唯一的现实啊 他就产生一个恐惧感 到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这人呢 跟姜文一样爱睡觉 他一睡觉 这什么意思 不爱睡觉 不就是说 我就睡不着啊 失眠呢 就是他 他哪怕这白日睡觉 白天睡午觉啊 他一睡就做梦 这个梦啊 他就要把他这个梦啊 拍出来 然后呢 他就每天一到这个片场啊 是他最嗨的时候 他可以指挥 然后他就是 要把他这个梦给拍出来 但是呢 到他上了岁数呢 他开始有一天啊 睡觉没做梦 他就恐惧了 他就说 失去了这个这个 做梦的这种能力 那没有 我看见 我还得 我还得扶老鞋用呢 我家里那么多事 老头老太太上医院 孩子上学 这 这这 这头我都留着呢 都留着 心里分得清 不能 不能哪 我哪那么幸运 天天撒着脚 做着梦 他 我跟你讲 那是费力尼 但是这个主观和客观的叠加 你知道这个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说啊 就是西方人的研究中国古画 就中国古画 你看这个中国画吧 他也不像毕加索或者什么 弄得完全不像了 他也像 你看一个松树 他也像 可是呢 你在真实生活里啊 找不到任何一个松树 跟他一模一样的 就说这个画家 他是看过了千百棵松树 最后他说 所以说你看 宋朝有个书法家叫米福啊 他就说一个提出一个词叫心印 他中国画家啊 就是这个心里边的一个印 你说他是真还是假 他是主观还是客观 他一辈子可能久上黄山 他看过无数次黄山 最后他凭着他心里边留下来的一个印象 他画出个黄山 你一看跟哪个风也不像 但是呢 这就是那普遍意义上的那个典型性 但你没有普遍性的认识 你出不来典型性 你认识不够亮 你就只能自个儿 亮变变到质变 所以实际上你还是脑子里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当然了 我得比他们更多的客观的认识 都认识到兔了 我才能找到主观的表达 其实啊 就说北京那个 或者说北平啊 就是在七七事变之前 我看张北海的这个小说 霞隐啊 他就是好像想回到 想用文字啊 记下来那个时候 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就从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 到现在也就再也没了 你比如说 光美你可能很难想象 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真光戏院 放着这个好莱坞电影 又有这个老茶馆 又有这个西式的咖啡厅 然后吃的都是什么呢 煎饼果子就有咖啡 或者在这个四合院里 是吧 四合院里吃着什么什么什么羊头肉 喝着威士忌等等 洋人们在这个里边 他那种生活呀 就是中西华洋杂厨 华洋混杂 这种生活出现过那么一个年代 而且北京的环洋混杂呢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是永远不交融 北京永远不交融 大爷就是大爷 你看上海啊 各国各的 上海是我说 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好的城市 天津 我们隔壁天津 是土洋结合的最好的城市 它码头城市 就是码头文化 跟它的那个五马路 那些洋楼混杂在一起 天津跟它能融 就土洋结合的好 北京是绝不相容 大爷就是大爷 也不完全满爷 我倒是觉得 有些也能混一点 但是那也 乍一听听不出来了 比如过去老北京说 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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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缝 缝就 这意思 拔缝 其实是first 从first来的 其实也有好多这种事 胡同上都是从人家 人家蒙古化来的 对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要这些词 老北京说 这车开多少卖 多卖 是洋人的那个东西 出来了 但是我说的是 它那种 就是文化之间的交融 你比如啊 你那电影里有 六国饭店 你知道有多人知道 北京有六国饭店 没有这 那六国饭店 现在还在呢 现在还在呢 我们不知道 拆了 什么时候拆的 它后来烧了 烧了之后 哦 想起来 想起来 就是九十年代 什么时候 大家给着了 对对对 六国饭店 我们年轻的时候 老去呢 绝对是一牛 的地儿 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 是 你想六国饭店 你听这名 你现在 你现在还真 还没这么狂 你能找六国家 盖一饭店 还盖一不成 得有八国联军 才能有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 就是在使馆区里 就在东西 东西 东郊民乡 那个口上 很多人藏在里边 闹革命呢 怕被抓走的 藏里边 警察就不能进去抓去 当时是这么多 那时候我们去到 六国饭店 还能吃洋餐呢 北京能吃洋餐的地儿不多 新桥是一地儿 吃饭 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 得做好打架的准备 跟谁打不知道 就是因为饭兆了 因为到那儿吃饭 本身就是拔着饭去了 对 拔着first去 不拔粪不去那儿 要拔粪就要有牺牲 打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你为什么 你好好在家不能吃饭吗 你干嘛去那儿吃饭 就是要不一般了 所以天猫圆桌讲究派 讲究才有范 广告之后见 理想生活 精致萍水 所以你看 讲究 一说起老北京这个讲究 你就觉得 它不光是个生活 一般生活用具的这种讲究 它包括一切方面 你比如说他电影里有一细节 我就觉得挺逗的 这可能北京人就是说 他要买醋去 这醋啊 接冬头也有 接西头也有 我非得到冬头那家去买 买醋干嘛呀 就说我包饺子 我就好这口醋 我这饺子是为了配我这醋 才包的 牛的主 他是这样 他宁可反着来 是吧 我今儿想使这筷子了 今儿我来炖菜 回去 你看专门 我看着还拿一小金杯 倒这醋在盘里 另外还有一点呢 这里边可能我不自觉地想 那么做的原因是 生活中有很多事呢 是以恶传恶就可能变成伪命题了 比如说 哎呀拆北京啊 怎么怎么 其实拆北京不是从这时候才拆的 早就拆了 那里边不是有句词吗 说又霸了黄城怎么给拆了 那是民国甚至清末的时候 清末就拆了 爱事啊 或者当时那些黄城拆了 卖了 我就可惜了把词给剪了 因为太长 很多名流买一堵堵墙 还有外国人 甚至还有军发 是黄城这堵墙啊 那四米乘二米给我 搁他们家花园里去了 跟后来柏林墙一样 嘿 这挺会收集文物的这个 专系也是 所以这东西不是后来 现在一动一来说 你看明国怎么着 咱们说明国拆东西不比后来少 哎 你觉得 就你们觉得啊 这种 就是说咱说起老北京的那种讲究啊 跟今天的人比怎么样 今天的人算糙吗 今天假讲究 或者说这两种讲究 跟今天人所说的讲究 完全不一样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因为我呀 过去接触很多老先生 那老先生都是我祖父辈的 就大四五十岁 你比如像朱家进先生啊 王石江先生啊 那时候呢 我有点糟钱 我请他们吃饭 那时候他们好请 就是太喜欢吃 那帮人都民国过来 都喜欢吃好的 请他呢 新派餐厅不敢去 因为他们讲究 这你这菜一上来 是新派的 他不接受 这你能摆盘上面 再插一个花 他就烦了 我一请我吃 这看这有啥意思啊 你才不敢去 去哪呢 去风泽园 道风泽园 这个 这个王仁香啊 就叫 这个遭溜鱼片 王仁香就在我们那条互通 对 是 溜不接溜 结果鱼片一上来啊 朱家进 加一块子 说这不成 这怎么不成 说鱼不成 我还不懂啊 我说这鱼怎么不成啊 说这什么鱼啊 这得吃鲫鱼 鲫鱼 鲫鱼什么鱼 是近海鱼 天津产的 而且吃鱼 他点菜数已经知道了 他们讲究 吃鲫鱼 历秋以后 历冬以前 在这时间以外 点这菜的成人外行 讲究吧 这鱼一上来 一家说不行 这鱼不成 为什么 不是鲫鱼 那现在遭溜鱼片 还管你什么 是条鱼不就完了吗 给你切完了 一溜 割点糟就完了 一吃 说不够脆 这鱼不够 吃鱼就不知道 什么叫脆 吃萝卜 咱知道什么叫脆 吃鱼你还不够脆 我那时候也有点紧张 遭溜了还要脆 还要脆 然后他告诉你 我就问他 打听 说那这鱼应该啥样 第一力求以后 第二鱼必须筋斑 他说这个对 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必须符合时令 符合季节 他长得多的岁数 对 这鱼过两斤的 不吃 不足一斤半的 不吃 谁给你弄这鱼去 今天这餐馆 所以他们特讲究 就具讲究 现在根本就没有野生的了吧 有有有 但是没人跟你 就问你 你这道菜我卖多少钱 我从天津给你找一条 一斤半的鱼给你做 你都光说他这个 现在你去饭馆 说你说来碗红烧肉 这都是不讲究 因为现做哪做得出来 红烧肉 那给别人做的 或者做了好几天 搁那儿盹着 给你热一下 那这不能叫红烧肉吃了 这就马上就掉了 但是好在哪 它方便了 你要是想要方便 你就不能要讲究 这是全世界都这样 要快餐 要吃饱 那你就只能 什么粮食都得吃 我觉得你说 是不是现代人 他也有现代人的讲究 但是那个概念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好多人现在讲究 这个喝水啊 我有几个小朋友 你也是年轻人 玩泡茶的 还不是说上岁数的 喝家伙到我们家 就都不说我这茶叶不对 人说您这水就不对 自个车这个后座上 自己带着水 而且几种水 说什么茶叶 得用哪种水 泡 你说 其实这也不是 今天新的这个讲究啊 你要品水 你说古人 按说也有啊 这种泡茶呀 那个什么文人啊 骚客呀 什么专门得用某种 花上面的露水 你像 不是 有时候讲究过了吧 他说拿水洗水 你这水得洗洗 拿水洗水 这讲究了 你先讲究到头 讲究到别扭到头上 你觉得下着 你这水得洗 不懂吧 他跟你聊 有那讲究的时候 一听这 这个就是什么音响 一听 坏了 哪哪哪 水电站 那个肯定出毛病 这电发的不对 其实我这声 错了 我给你打听 水咋洗水 能浇一下吗 下次节目 咱们再聊 他说那个呢 有那种 说这顿菜 满叶尝尝 把拿下来 咬嘴里嚼半天 色身 尝半天 他说 刚才玩色身 你一眼看不就看出来了吗 还得把这个 溜根尖吃了 吃了巴一撂筷子说 做的不好 色身 巴的转到视觉上 从味觉上 这就是要把你脑子 给转晕 话语权夺走 然后我怎么说 你怎么听 这个不是讲究 他说那是 这就是蒙人 你说讲究 是不是在我们 这个操人的眼里 它就是意味着 讲究很多 没用的东西 那不是 是这样 他这个 看谁说 对 我们老说富贵 富贵 富现在都有了 有钱人多了 这贵不起来 这贵 它确实有一个过程 你像我们都不行 有很多恶习 从小 穷管吃饭快 首先人一看 你还就不是个讲究 人家吃饭的这么快 我没饭 我吃慢了以后 没了 在过去 在部队里长大 他吃不快 一个是部队 吃不慢 一个是 你要吃三顿饭 慢不了 因为他就饿 过三小时就饿了 什么叫 吃饭慢 讲究 你得吃六顿 甚至九顿 真的 你看 你看那个 英国女王他们家 包括女王 他就吃得多 他这儿坐一口 那儿搭一口 一点钟一口 十一点一口 拐弯坐一口 这个他就不容易胖 咱从这点 少吃多餐 对啊 而且你实际上 实际上是 你过了三小时 你肯定饿 饿了之后 你吃什么 呱进去就变成脂肪了 你说你胖吧 对啊 你吃九顿 你肯定不胖 不是 就是你看 现代人 三顿饭 三顿饭是为了干活的 大哥 说你这个早上起来 吃一顿 然后走 去那儿 带一顿饭 我不能回家 然后呢 地头忍忍 回来再吃这顿饭 赶紧睡 你这你怎么讲究 你没法讲究 你只能进饭就吃吧 这个 这个过去 老北京讲究啊 最讲究的人 你比如吃饭这事 他那个电影里也有点 就是他把饭叫家来 谁在外的吃 外的吃饭 跌分 就是穷人在家里吃 半有钱半没钱 弄个场面厨去吃顿饭 最讲究的都是在家里吃 把厨子叫进来 最横的人说 你的餐馆关了 全来 你的利润 你说我这一天 挣多少钱 我不能得罪客户 我给你半年的利润 你准来了 对吧 就叫家来 你觉得你现在生活里 讲究多吗 他讲究多 他是女的 他一个女的应该 你就觉得 其实现代人 我觉得也有讲究啊 没人说我讲究 我老公老说 桌 桌就是讲究啊 桌还不是讲究 最高的境界 就是说 桌就是说 本来应该都好好的没事 对 非找出点事来 这比讲究还厉害 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现在 他因为取糖膏 也爱喝茶 他就说 老婆 泡茶 我就开始准备 然后 大概四十分钟 他就说 你这茶是给人喝 不给人喝啊 给喝 我还在准备 你准备一茶 洗 你烧水 洗水 布 我没洗过水 那个就布那个东西 然后去烫 所有的那个杯子啊 什么的茶 洗各种 备好了之后 而且有时候 心情不同的时候 你想配不同的东西 就我准备好的时候 我都水还没烧开呢 他就一看 你茶是给人喝 不给人喝 我四十分钟前 就已经跟你讲 喝茶了 然后就觉得 你太麻烦了 然后我就觉得 不晓得 他就觉得 我心里就觉得说 你等不了 你就 真是不配 喝我这口茶 因为你 你的容器 茶的温度 各方面什么 都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你那么辛苦的 找到那么好的茶 我水温 也可以把你毁了 我错的容器 也可以把你毁了 好码配好安 是吧 他说这道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老公怎么着了 谢伯伯 无所谓 对老北 所以他就是属于 不讲究的老北京 然后吃饭也是巨快无比 啪啪啪 然后我凉菜还没吃完 他就说 老婆你慢慢吃 你也是当兵的出身吗 没有 当兵确实是那样 你觉得你讲究吗 我看分什么事 我很多事不讲究 你说说你讲究的事 我很想知道 就拍电影说 做什么衣服 在哪跑 我要不要搭一个 四万平米的地方 这我会认真 别的无所谓 比如什么牌子 我不所谓 生活里过日子 没有什么 我觉得 非得用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有点没必要 累着我了 舒服 第一 你像老北京打交道 就是说这个讲究 包括很多人际交往之道 那就是说礼数周全 或者说说话 特别注意对方的面子 非常圆润 您说那叫情商吗 情商算不算一种讲究 这我是后来才明白 情商 我觉得他真正的意思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吗 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对人情世故 有一些觉知 我觉得如果说叫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人是应该明白和锻炼的 因为我很早以前 不是很 也不是很早以前 我都不知道 我的情绪和真实之间的 是有那么大距离的 是 情绪 是归情绪 真实归真实 比如说 我坐这了 你觉得你们仨那么不怀好意 就是 这是我的情绪 可是你们仨对我挺好的 老觉得他什么眼神看我 我就来晚一会儿 你们俩就这样 鼻子鼻鼻鼻咛 然后茶也是凉的 孟光美 不但凉的 水都没了 指桑骂怀 非得骂他们家老公 不着调 你实际上就想骂我呗 得 那就开始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夸大 那这当然是要控制 我觉得 如果说情商是聊这个的话 必须得注意 必须得明白 但是所谓人情世故 老理 我觉得倒没必要 就好多事儿 你也弄不清楚 当然你说 咱们北京长大 说见人得叫您 这是 我觉得应该 我跟我儿子也说 我说你见您 岁数大的 或者尊敬人 老你你你 我老听说 我说你这挑衅吗 这什么 不舒服 这个我觉得可以当人情世故来说的话是可以的 但如果再远或者说再没必要 比如说有些人我听人打电话 你说话 说再见 说好几百个 八一挂 我说你这叫有礼貌还是没礼貌 这有礼貌 浪费时间 不是你太虚情假意了 没必要 马爷再见 够了 马爷再见 一定是敷衍我 你这么说我心里相当反感 你不是说一句 但是你你为什么听说 就是人要真诚吧 你对我的礼貌 有真诚在里边 但是这个真诚是因为我要听到你先把电话挂了 我才好挂电话 那没办法连人都这么想这电话挂不上了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一个真诚的表达 比说那么一大堆谢谢什么 我觉得那个太商业气 商业气商人气 现在给我们社会带了很多坏处 还有一个就是过去的这种讲究啊 它是一个整体社会氛围 你一个人讲究不起来 是 理数啊什么的 你现在没事 我没事给你弄一些老理 那肯定不行 那我已经让人说是一老一少了 我再弄这个 肯定不行 但是起码的礼貌得有 对吧 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北京说 您这个除北京以外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个字 在过去生活中的重要性 你跟你爹妈说你肯定是不成的 但是不都说你特别会求人吗 一求一个准 那那不是情商高吗 我求哪个情商高 求什么 求人写个剧本 人就给他写个剧本 求这周正发 求葛优 给我演个这个什么的子弹飞 好像你还挺会写信 那老理全在里头呢 传呗 慢慢传一封信还传不出来 不是 这事其实这样 你得看 我没剧本啊 德哥 我没剧本我怎么能让周正发 葛优这样来演戏 有人说你给我剧本看看 我不是没剧本啊 我每次的剧本呢 写到四五成 我就准备要拍了 然后一边拍一边再把那四五成加进去 因为你得看到现场的地儿是什么地儿 然后你才能把那几成加进去 写好一线成的 让人满意的剧本很难 所以我只能拿四五成剧本给他看 这不是我想要的 都代表我请他来演的那个片子的水平 我想刚才我就不给他看了吧 跟他说我有这么个故事 然后就写封信 他也信任我 我也信任他 起码他信任 对 过去我觉得信非常重要 过去你想劝祥都用信 本来咱俩是敌人打着打着 写两封信不打了 这你这 这都牛 就是他们写小说 写剧本 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文学的一部分吧 文学如果被一个国家 被一个社会忽略了 这社会是要堕落的 他不坐下来 读读字 在字里边体会体会 这哪行啊 他画重 讲文的文嘛 说的讲究 来 来咱们这个把酒烟花 我这不没有吗 没有 这么照顾我们 这叫假讲究 过去接触很多老先生 老先生都是我自己的父母 就大四五十岁 你比如像胡嘉敬先生 王石江先生 这个王蝦啊就叫这个骚流鱼片 王蝦就叫这个骚流鱼片 就叫这个骚流鱼片 看到连中国的这红楼梦它都没了 就说我看这个费里尼的那种自传 叫梦是唯一的现实啊 经过他的表述或者经过达立或者经过梵高的话 你听说过没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